中国大陆财经杂志的副主编罗昌平日前被宣布 免去副主编的职务调往同为财经杂志主管方下属的财经研究院任职 外界对于罗昌平遭调职的消息感到扑朔迷离 在微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去年12月大陆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新浪博客和认证的微博上 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兰 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勾结包养情妇等一系列贪腐行为 当时刘铁兰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今年5月刘铁兰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并被双规落马 舆论普遍认为是罗昌平将刘铁兰拉下马 业界普遍认为罗昌平这次被免职与他高调举报刘铁兰有关 因此质疑罗昌平是遭到秋后算账 曾任南方人才市场报副总编香港大公报大周刊主笔 兼新闻部主任的政治专栏作家朱建国认为 罗昌平事件给中国的记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恐惧 像罗昌平是一个贴动改革的反腐败的新闻媒体人 不但没有收到奖励提拔重用 反而被调离新闻一线的工作岗位 这也就是很明确的给大家的示意 必须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你才可能真正的实行改革 否则那一切都是空的 今年33岁的罗昌平祖籍湖南 当过中国商报的首席记者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 2009年12月成为财经杂志副主编 因为揭发刘铁男的贪腐事迹 罗昌平荣获国际透明组织颁发的2013年度清联奖 也成为这个奖项创办十多年来 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大陆公民 讽刺的是传出被免职的前一天 11月26号 罗昌平获得2013网易中国英雄谱传媒奖 罗昌平这次被调离记者工作 最直接的导火索 可能是他今年去德国领取 透明国际年度清联奖时发表的感言 罗昌平不顾当局阻挠 坚持去德国领奖 并以在政治雾霾中前行为题 发表致辞 他说在中国若要驱散政治阴霾 推进腐败防治工作 不能只靠政府 也需要公民社会和私领域的共同努力 外界认为 罗昌平在德国柏林的发言内容 触动了中共高层的敏感神经 罗昌平同时是财经姊妹杂志 Lance 视觉的副主编 今年4月7号 大陆传媒Lance 视觉 发表走出马三家一文 披露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令人触目惊心的酷刑内幕 在国际引起轰动 很多人这才知道罗昌平与视觉的关系 台湾联合报报道 最近中国大陆的记者 网络大咖被刑拘的消息不断传出 有关部门重点抓捕监督政府者 重创舆论监督力量 而出现了寒蝉效应 不过前媒体人邵方清在微博发表消息说 我向罗昌平求证 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好事 目前新职务暂未确定 研究院刚起步 白纸一张 空间很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引述评论人士的话表示 罗昌平此去财经研究院 基本上是头衔置散 但或者也是连伴对他的一种 低调隐忍的保护 据了解 财经杂志和财经研究院的上级单位 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简称联办 1991年改名为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而财经研究院是半年前 刚成立的研究机构 但发展方向和定位不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